2016年,WMA揭幕战在日本东京打响 中国战队派出10人远征日本 包括姚洪刚、宋克曼、赵帅、王芳坤、王厄松、朱洋涛 最终,中国战队取得了五胜四负一无结果的成绩 据这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延博回忆 中国一位散打王被日本的上班族KO 而这些人当中,唯一一位散打王 就是前国家散打队队长朱洋涛 他曾经多次获得全国散打比赛冠军和世界散打冠军 而朱洋涛的对手,北元祥大 据王延博回忆,只是一个上班族 之前去日本,我们去WMA的比赛 我们去东京,我们带着我们国内水平很好的散打王 散打的选手去比赛 有一个是日本选手,下了地铁 穿着一身西装,背了一个公文包 下来把西服拿一个衣服架挂好 换上运动服,然后他的陪连票给他拿把 打几下,我们看起来那个打把没有什么含金量 然后上场把一个鞭腿,散打王倒了 下来把奖金揣到包里,把包背上,穿上西服,背上 一层,作弊 这个让我觉得不可理解 在我看来,他是业余选手 你不可能能赢过我每天靠这个吃饭的人 他就是做到 其实啊,这样的事儿不止发生一次了 日本的宋九公穆孙祥 就曾经KO了中国的奥运冠军邹世明 穆孙祥每天都要去给居酒屋送货 只有下午和晚上才有时间去练习拳击 他的一双鞋破换来赖穿了四年 拿到世界冠军之后 给其的奖励 仅仅是一辆电动车 穆孙祥一天吃两顿饭 一般都是在便利店或者集业家 甚至舍不得放鸡蛋 生活条件非常减 我们和日本的差距就这么大 人家的上班族 业余选手就能打过我们 其实啊,中国和国外的体制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体制来源于前苏联 也就是由国家出资 养活运动员专业队 他们每天拿着工资 代表省队和国家队去打比赛 优点呢,是选才会还好 缺点啊,是很多运动员都不喜欢自己的本职运动 他们更像是完成一项任务 但国外的体制就没有专业队这个说法 国外都是职业拳手 平时有自己的工作 业余时间才会在训练打比赛 靠打比赛挣的奖金来获得收入 赛挣的奖金还要和团队聚乐部门城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热爱之前运动才去做的 像国外除了顶级领心 绝大多数都要工作工作来养活父母 比如大力鼠之前是建筑工人 嘴炮是水管工 霍兰克林是属于老师 他们在成名挣钱之后 还会辞掉工作为全职运动员 国外的全职运动员数量并不多 只有极少部分能够赚钱养活自己 所以不要看他们还有其他工作就小瞧他们 因为中国和其他官方的体制是不一样的 他们在科学的渲染下依然有着非常强的水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